这位美丽的女士在上海出身长大 她把对这座城市的爱融入到了自己的工作中 自从大学毕业后进入了规划院 她从事历史风貌保护的规划工作已有20年 我们规划院是1978年来绿房子办公的 当时一直在二层 那么后来到1982年的时候 把其他的单位清除以后 绿房子就作为我们规划院独立的办公场所了 可以说改革开放前20年的重要的规划 都是从我们绿房子里面出来的 所以当时我们又戏称绿房子 是上海城市建设的总参谋部 那么一个重要性的规划 比如说就1984年编制的 1986年国务院批准的上海 第一个批准的上海市总体规划 那么还有一轮就是1999年的总体规划 包括我们最近刚刚编制完成的 正在报国预审批的就是2040的总规 都是在这个绿房子当中产生的 我曾经用自己的建筑作品改变了上海的面貌 而他们则用一张张蓝图 改变这座城市未来的面貌 没有想到多年之后 绿房子会以这样的方式 和一座城市的命运相连 2008年绿房子建成整整70年 这一年规划院决定 以修旧如旧的方式 对绿房子进行全面修缮 除了恢复绿房子的外观 内部的设施也进行了修复 他们发现了这座豪宅中 使用的新材料和新技术 证明了我当年并没有夸大其词 当然一些隐藏着的小秘密也被发现了 这真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有趣对话 我们这个绿房子是上海第一个 装电梯的一个私人住宅 所以当时也成为远东第一豪宅 当时电梯是已经是不能用了 这个电梯的进口是奥提斯电梯 我们通过这个修复把那个电梯里面 拉门都修复了 还在我们在电梯里还发现了一种 当时从西方眼睛的新的材料 叫亚马战地 发现就是当时比较早用这种材料的这种房子 还发现了有个地方藏了一个保险箱 原来都没有看到过的 那么后来把这个保险箱的地方也修复 保险箱也作为文物来保存起来了 在这个炎热的夏天 西文庆小组里的年轻人又一次出发了 他们要对上海郊区50年以上的老房子 进行实地踏坑 为了留住这座城市的记忆 规划师们不仅保护了我的建筑作品 还让上海许许多多的老房子 免于劫难 上海是在1989年 1994年 1999年和2005年 分别颁布了一到四批的优秀历史建筑 那么2014年又颁布了第五批优秀历史建筑 那么一共大概是1000多处 那么有2000多栋的建筑 乌达克的建筑 基本上90%以上的建筑 都是给保留下来 还有28处已经列为优秀历史建筑 我们上海当时在2004年的时候 划定了12片历史风暴保护区 总的面积是27平方公里 那么占到当时解放前 建国前历史地区的三分之一的面积 这个面积也是很大的 那么后来又在郊区增加了 32片历史风暴保护区 面积也达到了14平方公里 那么这个是我们上海的保护的对象 就拓展到比较大的范围 有人说我塑造了上海 我要说是上海接纳了我 也成就了我 我感谢这座城市 我的故事差不多讲完了 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 一看 这座城市每天都有新的变化 新的机遇 未来在你们手中 祝你们幸福 再见